这是11年前日本岩手县腐蚀市发生海啸的真实视频 刚刚还在路上行走的老人和妇女 在短短几秒钟内就被海水淹没 老人想抓住房子逃命 可是猛烈的洪水将整栋房子都冲走 站在高处的人都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两条生命就这样在眼前消失了 紧接着后面更大的房子也被凶猛的海啸冲垮 人群开始往市政厅大楼里撤离 这是站在楼顶上拍摄到的画面 漂浮在海水上的房子恰在两栋楼房之间 湍流不息的海水带着越来越多的木质杂物 甚至还有整栋房子飘过来 汽车也漂浮在水面上 直到这几栋楼之间的位置被塞满 水中的杂物才改到从白色楼房后移动 过了不久 洪水终于退去 可是整条马路已经没有可以走路的地方 至于其他地势较低的地方 更是变成了一片汪洋 洪水流动的速度已经没有刚刚那么凶猛 可还是不停地有家具和房子被冲过来 这栋房子被冲到了高架桥下面 杂物将楼梯口堵得严严实实 人群站在房顶的天台上 他们有的捂住胸口 有的捂住嘴巴 而不远处的腐蚀港口 还有更多的海水向这里涌来 看来海啸在一时半会儿还不会结束 老大爷站在楼梯坡道上 绝望地看着被洪水冲回的家 不远处奔涌的洪水 开始向陆地发动了第二次冲击 海水流动的速度瞬间提升了几倍 许多水泥盖的房子都能扛住这两部冲击 而木制房屋运气就没那么好了 第二波洪水的深度 直接淹没到木制房屋的屋顶 这个较大点的房子 在洪水的冲击下 地基出现了松动 仅仅用了几秒钟 一栋一百多坪的房子就被海水冲走了 这一波海啸要比上一波更加凶猛 水面上没有留下太多的杂物 基本上都被洪水冲到下游的市中心 这里就是腐蚀市中心位置 所有的街道都被堆积了两三层楼方高的杂物 洪水刚刚退去 一些胆大的市民开始在马路上闲逛 而大多数人都选择继续待在地势较高的地方 防止再次出现第三次海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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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